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会同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 3月15日起连续三天在香港开展座谈访谈等活动 就落实全国人大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 广泛听取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人士的意见建议 3月17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张晓明 在会见传媒时表示 此次共举办66场座谈会 走访或约谈香港各界人士超过1000人 涵盖面广泛交流充分 收到了监听则明的效果 我们还登门拜访 或者是约谈了一些香港知名人士 加在一起 面谈的各界人士超过了1000人 这个当中既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官员和立法会议员 也有香港工商界 金融界 专一界 劳工界 以及妇女界 青年界 宗教界 地区基层的代表人士 还有一些智库的代表 从政治光谱来说 不光是建制派阵营一些人士参加了座谈 也包括泛民阵营的一些人士 也参加了座谈 这个就充分表明 我们这一次的座谈 涵开面还是比较广泛的 而且交流也是比较充分的 通过这种交流 我觉得是收到了 监听哲民的效果 张晓明透露 从参与座谈和访谈的各界人士发表的意见看来 形成了几点基本共识 一个就是都赞同和支持 全国人大311决定 认为从国家层面 来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选举制度 非常必要 非常重要 非常及时 第二就是 大家都很认同 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选举制度 应该贯彻爱国者治港的原则 第三就是都很认同 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选举制度 应该从香港的实际情况出发 要通过对新的选举委员会的父权 通过它的优化 能够更好地体现 香港社会的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 第四就是大家都很认同 下一步的两个附件的修改工作 要加紧进行 第五就是大家都很认同 希望中央也好 特区政府也好 要统筹考虑 爱国爱港政治人才的 培养选拔任用的问题 张晓明表示 此次做谈访谈工作 中央有关部门做到了有文毕录 文艺则洗 下一步 有关部门还将做到有文毕报 将各种意见如实报告 供人大常委会参考 还有不少的香港人士 就选举委员会的组成和产生办法 就立法会的组成和产生办法 就候选人的资格的审查机制 提出了很多有建设性的意见 我们都做到了有文毕录 还有张勇主任讲的文艺则洗 就是我们很高兴的 很愿意的听取大家提出的一些非主流的意见 下一步我们还会做到有文毕录 就是把我们这次听到的各种意见 如实地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 供人大常委会下一步来制定有关法律的时候参考 张晓明强调 中央一直重视听取香港各界意见 除了全国人大311决定外 下一步人大常委会还将就基本法两个附件的修改工作 继续参考吸纳各界意见